夫君,你不是要找司障,怎么那么快回京? 那肯定不会那么快回去,现在还没有借口多出一些时日,只是做做样子罢了,明日会有别的理由留下来。 那夫君明日用什么借口留下来? 阿妖明日便知,但是莫要被吓着,你夫君没病没灾。 当天晚上,顾景熙生龙活虎地拉着她折腾了半宿,然而次日孟锦瑶醒来时,发现夫君竟然还没醒,似乎是发高热了。 来人哪,快去找大夫,我爷病了。 大夫来给顾景熙诊脉,孟锦瑶胡周一通,大夫听罢就得出结论,说顾景熙是因为着了暑气,又洗冷水澡,冷热相冲,加重了中暑的病情,从而发起高热。 现在那么烫,若是不尽快退热,会危及生命。 随后,大夫又开了药方,叮嘱孟锦瑶说病人的饮食要清淡,这才离开。 也不知道她是怎样把自己搞成这样的,竟然连大夫都能骗过去。 两久过后,顾景熙缓缓醒来。 夫君,你现在感觉如何?可有哪里不舒服? 哎呀,别担心,我没事,只是有点热而已,可有请大夫来看过。 刚不久前大夫来过,说你发高热,情况有些严重,若是没有尽快退热,会危及生命。 哼,你去梳妆台的抽屉里,帮我把那个白色紫瓶拿过来。 药吃下去大概过了一刻多钟的时间,她脸上不正常的红就慢慢退下去,身体也没再发烫了。 夫君,这是什么东西? 这是解热的药,是另一种药,就会让人看起来像是发高热一样。 普通大夫看不出破绽,都是温太医捣鼓出来的东西。 这老头子,专门研制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,不过关键时刻还挺有用的。 这种东西,伤不伤身? 对身体倒是没什么影响,还要放心。 温太医真厉害,不仅会治病,而且他还会做美容养颜的枝膏,没想到,连这种药都能做出来,既不伤身,又能发挥作用。 那老头子,还会去书斋的鸡脚嘎拉里找不正经的书。 哎呀,我病了,要在湖州城再逗留一些时日养病。 夫君放心,我会配合好的。 顾景希的病来势汹汹,吃了一副药后退热,醒了过来。 谁知道到了下午又开始发热,怎么喊都没醒来。 他反复发高热,又陷入昏迷,病情凶险。 夫君,你这病要多久啊? 起码要病个三四天,病好了之后,还要好生休养个十天八天才能启程回京。 不然身体没养好,路上劳累,身体吃不消。 你忽然间病那么重,那些下人都快要以为我即将年纪轻轻就守寡了。 不会让你做小寡妇的。 夫君还在昏迷中,可别乱来。 不然等会闹出动静,丫鬟又怎么想我? 估计要以为我连病人都不放过呢。 等到晚上,天色完全暗下来。 顾景希换上黑色夜行衣出去办事。 卫府 顾景希今日会经,何时出发的? 大人,顾侯爷和顾夫人还没有离开湖州,听闻是顾侯爷病了,行程被耽搁。 病了?怎么病得这么凑巧啊? 大人,顾侯爷病了,您带上礼品登门看望一番。 他是真病还是假病,您一瞧便知。 大人,顾侯爷。